這幾個手勢真是萬事萬靈 很多我們拯救過的主人 只要肯學肯練 就可以改善狗狗的行為問題 沒錯, 不過對著牠, 練不上我 那倒是, 牠這麼多集, 都是這麼呆滯 不如我們找其他生物試試 那邊有幾個人 那幾個男人? 狗也行, 人也不行 走吧… 我們之前的狗狗星, 曾志豪 曾經帶Eric去拯救一對 被能量爆燈的刀柏民, 泰神 同狗世膽大的迷你品, 泰神 令到慘叫的舞女 靚媽Goby和女兒小公主 我們還親眼目擊一場九家步的發生 來吧, 泰神 當日Eric臨危過了幾次 被Goby應急 做得好… 很好… 很好 好的 Good boy Goby終於成功了 但是, 這兩隻超級硬皮 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被修復呢? 時間一段時間, 我們攝製隊和Eric決定 發擊探訪Goby兩母女 誰知道Goby一開門, 泰神和POP就衝出來 泰神嚇得捐回房屋 而POP就以光束衝下樓 這一刻, 我們都搞不清楚 究竟他們是固態服務 還是看到Eric太開心, 控制不了自己呢? 那這段時間, 還有沒有改善他吃自己的便便的問題呢? 都改善了, 因為幫他轉了糧之後呢 他就沒有吃自己和POP的便便的了 那現在已經不會再吃了, 對吧? 要加強勞力, 如果你打算一次兩次沒問題 那不是的, 有些事經常都要做的 明白 原因是一個動物 譬如很多事情都會遷就他 將來他都會有機會再發生 那我現在想帶你出去, 看你怎樣拖他出街 來個突擊測驗就知道了 Goby, 那我們現在就立即給你一個突擊測驗了 看看你這段時間和泰神訓練成怎樣 看看他走成怎樣了 好 我要你走到上去 順便轉過來, 做兩個圈給我看 之前Goby一直沒辦法帶泰神走街 但是奇蹟出現 他竟然牽著泰神走得很自然 這段時間, Goby根據Eric教他的方法練習 果然有效 不錯 初階版的突擊訓練做得不錯 不如我們現在再給一個新版的Goby吧 一隻手要拖泰神, 另一隻要拖泰神 首先我們這個任務是怎樣 先讓他走下去 我要…你走的時候, 我不要到處走 你有什麼錯處我會留意的 好 其實Goby也很想可以兩隻狗一起拖 他放狗就不用分兩次那麼浪費時間 不過想和做是兩回事 你拖泰神那邊可以的 反而你對著泰神就差一點 泰神就會有時咬繩 甚至乎會撲, 跳 我看你很多時候, 它篩了一邊 你還是拉緊了 是 就是你變相好像… 吊起了 吊起了, 很難控制 所以我們會拉拉放鬆 拉拉放鬆 不是很大力地扯它過來 那就不對了 好 要調教你的力 因為你兩邊的力是不同的 真的 只要主人肯堅持 無論狗狗有多壞 都可以將牠感化, 變回好狗 Goby為了你的可愛女兒小公主 你要努力, 繼續給耐性 用心練習 兩個小時 在兩個小時內 你可以和那隻狗狗做些什麼 逛街?去玩? 不… 兩個小時內 可以和狗狗拍到一輯純美沙龍照 不過別傻了 狗狗有些會坐定定讓你拍 這天專業的狗狗攝影師Tamara 就遇到兩隻不是狗般品的客人 首先出場的Hachi 演繹柴犬, 美女, 但性格固執 一有情緒, 她說走就走 會給你面子 接下來有Jimmy 一隻貌似猛猛猛 而實際上, 也是猛猛猛的八哥 經常不知走在哪裡 叫她走左, 她又走右 看到陌生人, 還嚇到吐出來 你怎麼這麼興奮? 一直以來 Tamara也是用自己的方式 去幫狗狗擺姿勢 出絕招, 或者吐下巴 你看看他 坐, 我們坐下 坐 坐下, 坐下, 坐下 你怎麼這麼說 跟一般狗狗的救助個案不同 Tamara不會有無限的時間 去常伏狗狗 她希望做到的, 是要在最短的時間 令狗狗集中精神 擺到她想拍的姿勢 但可惜, Tamara叫狗越叫越走 例如剛才拍照的時候 有什麼問題可以解決? 有幾件事 第一, 你或豬人不斷叫狗命 你一叫一兩次, 第三次他過來 為什麼呢? 叫我, 為什麼不過來你呢? 對嗎? 所以我們盡量不要叫狗命 第二, 我們會養狗 你有時候會拿著食物或玩具 你會響 我們一定要令狗很定在那個位置 就是你想去坐在那個位置 然後把他的視線看上去 你那裡 或者某一個方向 要旁邊的人的配合 你按鍵的時候 你要跟那個人一起夾 是 那個人不斷按的時候 他可能是耐性等了幾次 你捕捉不到 或者他的時間掌握得不好 就會亂了 那你就很難捕捉到了 那第三, 那有些什麼呢? 你要是令到他坐下的時候 我們盡量一令到他坐下 hold住一會兒 平靜了一隻狗 之後縮手 才走開 中途不要跟他說任何事情 你越說得多 那隻狗越興奮 越走過來 你發覺很多時候 跟那些主人一起拍照 主人在旁邊不斷撩那隻狗 你覺得他越動得多 那隻狗越走得多 對嗎? 所以你是永遠都不知道怎麼搞的 怎麼停 首先要跟專員溝通了 你有什麼要做 我們的過程要平靜、要開心 我們要帶出這個訊息給他 你就會舒服很多 明白 要一隻跟你不熟的狗狗 立即聽你的指令 原來有一個秘訣 就是Focus 這個字聽起來簡單 其實一點也不容易 那我們先放進去 慢慢回到指定的位置 極力正在掙扎 其實也很難令牠們靜下來 你平時也要用食物 我們可以拿出食物 去到某個位置 去到高牠自己會… 想要的話,牠一定會坐 如果想狗仔看鏡頭 可以用第二招 怪聲 原來當狗仔聽到 沒聽過的聲音 就會好奇望一眼 然後Chamara 就要立即把握神聖的一刻 拍吧 牠真的非常靜寧 牠在口頭上也會說 好男生嗎 牠一不動的時候 牠在焦點在這裡 你看牠現在就看了 是 連我也看了 Gimmy果然可以坐著 任意不生氣 拍得很漂亮 好, 輪到Hachi了 這次Eric用Hachi喜歡的毛公仔 發出的聲音 看到牠的樣子是不同的 看見玩具會開心一點 是否要拿一些令牠開心一點的東西 牠的臉部表情會比較容易捕捉 通常連接的東西… 牠的樣子會很開心 我馬上… 很順利 牠雙眼睛會發光, 跟剛才不同 如果寵物是向… 燈光可以反映, 有兩個光環 應該很漂亮, 對… 你看, 因為Hachi多漂亮 完全捕捉到牠光亮的眼神 冷靜之後, 異形了很多 潮流興自拍 如果主人想跟狗狗自拍怎麼辦 我們當然要請教Eric 首先準備電話一步, 零食一塊 就像Eric一樣放在鏡頭後面 對, 先讓牠們先走一走 牠們先走一走, 牠們先走一走 慢慢拉上來, 笑, 牠們不能喊 記住…千萬不要叫狗狗的名字 一叫牠就會分心, 就不看鏡頭了 學會以上幾招 無論跟狗狗自拍還是出街拍照 都沒有難度